不得不说 郭老师不愧是武智网友 前排吃瓜也让不少网友感到惊喜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感到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德云社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 张潇白和关九海这一对搭档 被许多观众喜爱 特别是张潇白台上教学 强赛知识给关九海 从历史到物理再到化学 丰富的知识储备 让许多网友不由的惊叹 听德云社相声真是学到了 也让不少网友开始慢慢地 关注了张潇白 近日张潇白传来好消息 那就是作为德云社 肖字科大师兄张潇白 官宣了恋情 近日张潇白在社交平台发文 新赛季要加油 并附带了一张图片 而作为官宣的主角杨毅 也在下方回复道 加油 拥有超神发挥 张潇白则回复道 等你凯旋归来 并附带了一个发送爱心的表情 看到两人甜蜜的互动 不少网友表示磕到了磕到了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张潇白身高是188而杨毅 则是185 两人孩子该多高 有搞笑的网友则表示 不长到两米不合适 不得不说作为德云社的粉丝 抖起包袱点也不差 还没结婚呢 就帮两人考虑到 要孩子的事情了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是家里断网了吗 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一点也没发现 有细心的网友则表示 两人其实早已经在网上有了互动 只是大家没有关注 而且在月初的时候 杨毅还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张潇白送的话 杨毅亲密又撒娇式的叫张潇白为哥哥 真是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一把狗粮狠狠地塞在脸上 不得不说德云社神奇的交友圈让大家不由的惊喜 也有不少网友感叹 两人这是属于强强联合吧 如今张潇白作为德云社六队的攒底演员 多次参加商演 可以说有着很高的人气 很强的实力 而作为排球运动员杨毅 在2022年全国女排锦标赛取得了冠军的成绩 并且因为杨毅在2019年作为内员参加过军运会 所以他还被授予了中式的军衔 可谓是根正苗红的优秀青年代表 自古文体不分家 不得不说两人属于是强强联合 师傅看到了这么好的徒弟媳妇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